日本類似摔角首穆春花日前自殺身亡 五中年只有22歲 原因原來與網絡欺凌有關 事件震驚整個日本 連英美媒體也大肆報道這件事 呼籲大家要正視網絡欺凌的問題 他去年參加了個真人騷節目 最新一期講到有同伴 錯手洗了他價值7000港元的比賽戰衣 於是大發脾氣 與同伴爭執 同伴後來道歉 及宣布退出節目 於是網上就有網民批評他小題大做 對他肆意人身攻擊 最後他不堪壓力 割物自殺 輕生前他還出鐵紋 與愛貓及支持者道別 其實如果持續性地被網絡欺凌 很多年青人都會反映到 覺得當然有壓力 不開心 甚至乎覺得很無助 因為他們對於對方是甚麼人 可能不知道 亦是陌生人 所以他們都尋求不到一個協助 我去幫他們終止這個欺凌 事後 和他一起參加節目的朋友都紛紛留言 表示很懷念這位樂天開朗 性格衰直的朋友 長期在日本生活的香港藝人陳美玲 亦發聲表示 網絡欺凌害人不淺 我們應該不要原諒 就是逼到一個這麼年輕 這麼有前途的一個女生 要自己去自殺 就是你寫過每一句話的人 都應該反省 你怎麼可以做一件這樣的事 這麼殘酷的事 你自己都會 一輩子都覺得不安樂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知道 原來我們打算 隨便寫一句話下去而已 大家都這樣寫 有沒有寫多一句話 但其實可能就是你那句話 令到他再忍受不住了 在日本的演藝界裏面 那個網上欺凌其實是否嚴重 這個風氣是否很強 很嚴重 因為是不用出自己的名字 所以那些人是 你漂亮他又罵你 你不漂亮他又罵你 你做得好他又說你不好 你做得不好他又更加說你不好 我想因為他們平時面對面的時候 是非常禮貌的 變成好像發洩他們自己內心裡的其中一些感受 那個人看起來好像很害羞 但其實裡面也有很多東西 握住在那裡 他們就在網上不斷發洩 那如果真是被網絡欺凌 那你有甚麼建議給當事人呢 這些社交媒體有時候都有舉報的一些方式 他們可以透過這些舉報方式去尋求一些協助 最好就不要再跟那些欺凌他的人 有一些爭辯或者討論 因為這樣可能令到欺凌更加嚴重 如果必要事 可能要終止這些社交媒體的運用 或者是離開這些群組 或者是離開這些群組 我們もう明明了